根据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来源报道 苹果Siri背后的语言辨识技术开发商Norance 正在和包括三星在内的多家业者洽谈出售事宜 消息传出Norance星期一的股价马上就大开红盘 这是苹果的语言助手Siri 除了可以帮你搜寻资料 记账还可以陪人聊天 日前研发Siri的通信公司 Norance传出有意出售 而潜在买主可能是三星电子及其他私募基金 正在进行收购公司的谈判 由华尔街日报率先披露了此消息 不过三星没有对此做出回应 市场文讯 Norance股价在纽约股市大涨9.7% 至每股18.76美元 创2009年1月至今的最大涨幅 Norance的客户还包括克莱斯勒 任天堂及松下 Norance目前的核心业务 为迁路式的语音辨识系统 汽车通话以及自动电话目录服务 去年9月 Norance就表示 三星的手机 电视和平板都已经使用了 Norance的科技 之后还会被应用在穿戴装置上 新唐的电视整理报道